我們看立體二 立體二的話 他說在負十三 跟二十兩個數之間 插入十個數 現在把兩個數中間插入十個數的話 這樣有幾個間隔 是不是有十一個間隔 是不是有十一個間隔 中間有十一個間隔 所以你從負十三到二十的話 中間有十一個D 現在他問說 使這個十二個數 一次乘等差數 求什麼呢 A1加A4加A7加A10 我們現在來看他的公差多少 公差的話 他這個距離有十一個間隔 所以這二十 減掉負十三 除以十一個間隔 所以這等到這等於十一分之三十三 等於三 兩分底 公差是三 求A1加上A4加上A7加上A10 我們現在還沒有算等差數列的盒 如果你知道等差數列盒的話 你這個可以把它看成T型 因為他每個間隔都一樣 也就是說 把它看成好幾個類類 三類類 他下一行比三一行多出來的寬度是一樣的 所以你這個可以把它看成T型 看成T型就是上底下Dx高處 那你A1的話可以把它算起來的話 不然我們不要這樣做了 我們就怎麼做呢 我們就說A1嘛 A1已經知道不是3嘛 這裡有幾個A1啊 這裡是A1加3個D嘛 這裡是A1加上7嘛 6個D啊 這裡是A1加上9個D啊 所以總共幾個A1啊 1 2 3 4嘛 4個A1 再加幾個D啊 3 6 9 3 6 9的話就多少 這裡等於18個 是不是 9 2 18 18D嘛 等於 往4A1 A1-13嘛 加18D D的話是3啦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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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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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再安理 面疑吧